很多粉絲有很多訴求 是啊 是啊 又要量血壓 量血壓呢 量血壓啊 又要揹他 我找到解決方法了 之前我幫人量血壓 就是買那些水銀的 接著跌破了 在出來拉票的時候 現在用電子血壓計 嗯 又快又準又漂亮 但是 因為這個星期開始就是第二輪的拉票 歌曲 我都會繼續拉的 不過因為要開Show了 所以換上一些網絡的方法 是 一邊落區一邊 啊 怎麼再落區一邊 這輪 因為星期五就開Show了 所以我們明晚開始入台了 所以都 等那個Show先走了 還有都準備了一些新的拉票的材料 是 那就 說就說拉票 其實都為了今年這首歌《隱形遊樂場》 去畫上一個 完美的句號 在年底的時候 那 可以做的做了 那我覺得剩下的就看 就聽天由命了 嗯 有沒有信心啊這首歌 歌啊 歌 歌有些的 嗯 有些的 但是人獎就 我都是覺得 我們之前 跟著那個 那個怎麼說 就是 臭屑熱鬧 那樣 就是我覺得很多因素的 但是盡了自己的力去做 我覺得 還有見到大家去幫我拉票很開心 很溫柔的 就是認識時要求 你幫他們 人工呼吸和什麼 兩篇壓做了一些的了 上一回合已經做了一些的了 人工呼吸和什麼 土片這篇壓都偏高了 他們 其他兩樣訴求呢 人工呼吸和什麼 人工呼吸呢 就 我自己的肺活量 未達到救生員的水平 是啊 讓我操練一下 而且我怕被他們吸了我的陽氣 我怕我的陽氣過了 他們在那裏 是啊 陰氣又不可以太重 那 留一些陽氣來過年 所以就 人工呼吸和一下 你有沒有覺得 這次這樣拉票 其實我覺得我會繼續做的 如果我繼續參加班章禮 其實我覺得是蠻好玩的 還有 真真正正 就是當你見到 街上的觀眾 或者聽眾的時候 就算他們不投你票也好 就是跟他們聊聊天 我覺得都開智慧 真的 還有的確我覺得 時代不同了 就是 現在不再是 八、九十年代的造神運動 現在是真是 就是我們要去 我們想大家認識我們 令到多些人去support自己 其實是要我們自己去爭取 我覺得這個是 是我這幾年 做concert 還有做很多不同的活動 就是領悟 就是自己 就是正如我的粉絲 經常都說 我們都沒有想過 你會想競逐那個獎項 那你問我 我覺得獎項的東西 其實不一年 即是每一年 我們都希望可以有肯定的 有獎盃拿的 因為對我和我的團隊 尤其是支持我的人 家人 都是一個很開心的事 但是 沒有也都不代表說 就是不用努力了 但是 可不可以在這個有和沒有的過程當中 再找到一些 小確幸 找到一些 就是找到一些落子 我覺得是可以的 我們這次下來做一下拉票 就是之前 跟著 又自己去買一些很努力的拉票工具 我覺得都很棒 就是 起碼我們自己 我和我們的團隊都很開心 玩得 那你來這一回合的拉票工具有什麼版本? 嘩 接下來這一回合 首先是有隱形遊樂場的終極版本 那就會在 很快這幾天就會上架了 那就是 也都 好像是第一次和這位音樂人合作 就是我們這次幾個版本 都是和不同的 音樂人合作 那最後這個是大師手筆 那還有 很圓滿 就是連田池仁 Y都說 嘩 最後這個版本是 相當的圓滿 但是這個版本是留時決定有啊 還是其實已經做了 做了 做了 做了很多個月的了 嗯 因為 自從我們決定今年 在歌曲 只剩下這首歌的時候 那我們就覺得 嗯 在年底要再有一件事 就是包回我們整年 我們想通過這首歌 想做的事 是啊 我錄的時候都 都哭了幾次 是很感人的版本 有否和MV這樣配合這首歌? 嗯 這個版本是沒有MV的 但是我們會有其他兩個 未release過的 music video 會出現的 所以其實 接下來幾個星期都 不斷會關於這首歌的作品 所以無論是否最後可以獲得歌曲獎也好 但是 我也覺得是對今年 所有參與這個project 或者 就是關注過我這首歌的project 一個 一個round up 嗯 嗯 好像你動作國人獎 因為國人獎有很多其他因素 是不是 年紀都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 不是 不過我的出現證明年紀不是一個問題 是的 我覺得國人獎有很多其他因素 但是歌曲獎始終是音樂的頒獎段 我覺得focus在歌曲上面都是很適合的 你拉票這麼成功 但反而新一代 譬如你MC啊 MC啊 新人薄屁嘛 我們這些判死無大礙 是不是 一百年紀 還有我覺得都不同的 就是不同玩法 就是 當 譬如說他們 你譬如MC這樣 他今年很多歌都很有熱度 在網上也好 或者我身邊的同事也好 所以你問我 我覺得 不同人有不同的 辦法 我一向都是貪還 我覺得過程是很開心的 我們派街招的時候 就是派了一個宣傳單張的時候 我以前 其實我和很多市民一樣 走過一些百貨公司門口 一些十字路口人們派傳單 我都會有些捨孔我不接的 我自己派完之後 我會接的 就是無論是封空的也好 無論是 即是壯陽的 樓上那些也好 就是都會接的 因為其實是不容易的 還有我覺得 今次有很多畫面都很難忘 譬如說我有個朋友 他們是兩個夫婦 有兩個小朋友 當然那兩個小朋友知道 他們都有聽我的歌 都來看我的演唱會 但是我在網上見到 其實都是其中一個動力 令到我真的要下街 去為自己爭取 就是我見到那個妹妹 幫我派傳單的時候 那些圖人是不 不知道 我在IG看到的那個片段 一個幾歲的小女兒 第一張單張給她 那些圖人是不來的 那我那一刻很 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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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他們為了我都會這樣做 就是他們不怕麵蒙的時候 為什麼我要怕麵蒙呢 所以我就這樣 但是很開心 剛才我進了店 他們有些店員都說 我扔了你票 所以是很開心的 現在你那個人都很好 身邊的人 一起接 是啊 他們又開始有偶包 哈哈 那那個 你想要和他們一起去嗎 不是 我覺得 其實都是team build 就是團隊 因為 我從來都不覺得 一個人 就是譬如說 我們這個行業 我不覺得是一個人的功勞 我們只不過是整件事 整個brand的一部分 所以其實 譬如說張艷軒 如果張艷軒是一個brand的話 那其實是有很多人的腦袋 每一個環節都不可以 不可以忽略 包括傳媒都是 就是我們傳媒的朋友 歌迷 客戶 對我們的support 其實都是幫我建立這個brand 所以 所以 我覺得是 所以現在 沒得好像年輕的時候 那麼任性 想拍拖就拍拖 想 想去做Laser 就做Laser 想突然間 剷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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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張艷軒一個人的事 不再是 張艷軒一個人 張艷軒一個人 我懷疑他們是 可能是一些對家的 的臥底來的 都不奇怪的 我從來都沒有要求過 我的隊伍一定要 喜歡我的歌 其實很有趣 我的歌迷會 和我的隊伍 現在 我們如果請人做事 我們有寫jobsdv 我們都不會寫 是一個artist的公司 甚至乎來到見宮的時候 會問他 喜歡哪個artist 也會看看他的社交媒體 追蹤哪些人 只要沒有我的話 其實得到就業的機會 是很大的 所以來見宮的時候 一定要刪除你的東西 對 所以來見宮的同事 第一時間先去unfollow我 真的嗎 因為我覺得沒有粉絲類鏡 沒有粉絲類鏡 做事好很多 因為我是一個很不喜歡 很不喜歡 我們自己團隊吹奏的人 我經常跟我的隊伍說 我不需要啦啦隊 所以當我那一陣 多演唱會 多廣告 多活動 當那一陣子 覺得自己 好像一件事都順和 那我的detox 的辦法就是 上連登 因為我永遠都是抱著 一個心態 就是maybe you are right 就是你罵我的 哪怕是一個hater 罵我們的東西 可能是可以令到我們進步的 其中一個環節來的 所以 我覺得我們人呢 長大的過程 不是學怎樣去聽好說話 而是怎樣去消化 和去 去學聽一些 不是自己最 聽得最舒服的東西 但沒有影響你的心情 沒有的 其實我覺得 當你知道那個是一個 好像打疫苗那樣 你打完之後 一定 是有少少不舒服的 但你睡醒一覺 你的人又upgrade 一些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就是我是這樣去看 所以我們每一次開 開檢討大會 我們每間一個月 我們就會 拿張英軒 近期的文件出來 出來 出來編 就是我們會 我們會用網民的角度去 去 去講 就是覺得他有什麼不好 或者 你能有什麼做得不好 或者今年做 有什麼做得不好 就算有些粉絲的意見 現在的粉絲都 不是省下我的燈力 就是 很有智慧 我覺得 要接受這些 而不是一味的去 去奉承我們 去奉承我們 去奉承我們上天 我都說 已經過了造神運動那個年代 非常好 去奉承我們 治療 謝謝 感谢观看